她居然出宫了,这个小贱人 奴婢听摔门出的小李子说,皇后娘娘是半种宫女的样子出去的 她杜妍妍出宫,太后知道 应该是太后同意的 娘娘,太后她 太后怎么了 太后把秦嬷嬷给了皇后 看来太后也没多喜欢她嘛 不然,怎么会让秦嬷嬷去监督她呢 监督,不是吧 算了算了,这种事情以后还是少说吧 冬瓜,不管一会儿发生什么,你都不要害怕 你只要记住,我不会害你 娘娘不要这样说,娘娘肯定不会害奴婢的 芝麻芝麻,你开门 呼的一下子,两人就站在了小草房门口 娘娘 冬瓜,我其实没有告诉你的是 我被高贵妃推落水后 昏迷的那段时间 就发现自己进了这里 我只能听见你们喊我 后来一直出不去 就很着急 直到自己找到了办法出去 才又活了下来 娘娘不怕 这次有奴婢在呢 我们一定能出去 杜妍妍想仰头栽倒 唉 不过算了 领着她边看边说吧 我之前给你的所有做饭的东西 都是在这里面找到的 那 娘娘 这里是你的吗 沙妍姐姐知道吗 嗯 这件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就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再多了 可能会有杀身之祸 奴婢知道了 娘娘放心 这件事 是